如果這個支票是勸退 就是我勸退住住節 然後我承諾我幫你善後 我所謂的善後就是你的財務的善後 如果在這種狀況之下 這個支票就要出事 可是我想朱立文 因為敢把內籤帶去給特徵組 內籤你們應該看不到這個東西 但是整個事情 特徵組如果最聰明的做法 是先把它留在那裡 Hold住 為什麼叫Hold住 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如果真的有搓原子湯的話 它要嘛用現金 要嘛用海外交付 不可能查得到 台灣的特徵組是沒有能力 在海外查案子的 你必須要知道海外的帳號 誰 有特定的嫌疑人 你才能啟動一些國際洗錢組織的資源 所以洞华你的意思是 像羅淑雷講的 就是不會笨到用支票 去做搓原子湯的組織 現在問題是特徵組是笨的還是聰明的 他該怎麼辦 那他該怎麼做才能這麼講 反正總統也不是特徵組的人在當 你要怎麼保護你自己 不要到時候被大家嘲笑 還是說你覺得被大家嘲笑也無所謂 好 這個問題如果說這樣子 因為說他這個支票交付顯見他不可能有這樣子搓原子湯的動機 如果這個判例成立的話 那麼請各位以後搓原子湯千萬記得要用支票 那就沒事了 斯剛你覺得會簽結嗎 我沒有任何的司法這方面的經驗 我覺得這個事情我覺得就實事求是 然後該假設跟該沒事的 我覺得事情環繞清白 不要讓這樣一個傳聞 或是這樣有一點被預測製造出來的這種風向 來搗亂這選舉的進行 畢竟這是一個莊嚴的總統選舉 去年選舉大家不要忘記 很多事情 這個連勝文就被很多莫名其妙的 無知的謊言 或是傳言困擾阻礙他的選情 請問他去跟誰討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那如果真沒事訴辦訴解 那真有事趕快起訴 OK 連勝文在家看電視說 怎麼又扯到我 那個清皇你覺得會簽結嗎 其實會不會簽結我沒有辦法下定論 但是我只能說這程序不正義這件事情 確實是大多數人會非常care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不管是說之前在換柱的過程 或是在這次我們看到就是說 紅袖珠不收那個所謂3000萬的這件事情 他其實都某種程度都凸顯出一些程序上 讓人家覺得會詬病的地方 我這樣說好了 所有的我們的觀眾其實可以想一下 即使是今天你在大公司裡面工作好了 就是說你今天公司裡面有個採購 要去採購一批貨 然後結果告訴你說那個什麼 要採購這批貨 這個採購搞不好還會離子被換掉 或是那個公司可能會倒掉 那你公司即使流程跑完了 你還會把這張票開給他 讓他拿去交付嗎 你說得對 這個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就算票是兩個星期間開的 你就不要交出去就好了 對啊 你任何的公司 如果知道會是這個狀況的話 其實你再怎麼樣行政流程跑完了 你還是會把那票擋下來 要不然開玩笑 你的老闆如果知道 你不可不把這票擋下來 老闆不把你fired掉才奇怪 那更奇怪的是今天是 而且還是老闆自己是怎麼樣 知道那個廠商可能會倒閉 我還堅持要把這票交付出去 這個是很奇怪 因為後面是老闆 怎麼講 這老闆都已經知道這廠商會倒 甚至搞不好是老闆 自己把這廠商搞倒的 那他還堅持要交付這個支票出去 所以我才說這個程序 為什麼讓大家詬病 會覺得很奇怪 那也就是說這樣一個程序不正義 或是這樣程序 讓人家覺得很有疑鬥的地方 這也是為什麼今天 我覺得這整件事情 我們不能夠片面說 他是空穴來風 他確實讓大家有很多的問號跟疑慮 所以我們今天才會面對到說 大家去提出質疑 或是說今天特徵組在做調查 那面對這些問號 如果今天特徵組沒有辦法 把它說明清楚 如果我今天是假的說 如果特徵組在這情況之下 就直接簽結這個案子 我覺得到時候引起一般人 對司法的不信任的情況 絕對比現在還要嚴重 為什麼 因為這個情況實在太不尋常 而且那個洪秀柱的臉書 所寫出來的話 大家都清清楚楚的看到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特徵組沒有辦法交代清楚 這個狀況 還直接簽結這個案子 我覺得這實在說不過去 好 就國民黨拚總統大選 但是還是拚的狀況連連 現在看起來朱立倫上來了 民調沒有比較好 這個選情還是相當遭 更加的傳出這樣的一個話 就是一直說自己 並沒有想要選總統的朱立倫 其實從當兵的時候 就說要當總統 國民黨拚總統大選 參選人從立法院副院長 洪秀柱換成黨主席朱立倫 有人說過程不公不義 而最新一期週刊就爆料 朱立倫日前不斷以洪秀柱民調低落 勸退住住節 但換柱前洪秀柱的民調支持度 在19%左右 換柱之後朱立倫民調 卻也只有22% 僅僅比洪秀柱高出三個百分點 讓人質疑朱立倫憑什麼換柱 甚至立法院長王金平的滾動式民調 一度以35%贏過小英的30% 也高出朱立倫是黨內第一 卻被朱立倫說是馬總統卡王 再加上王金平的太太反對 所以王金平才不參選 讓挺王派相當不滿 好像說你國中就有想要選總統的 那我怎麼會學財經呢 我又沒有學法律又沒學政治 週刊更加碼爆料 說朱立倫在當兵時就想當總統 會取高碗欠也是朝大衛邁進的重要抉擇 一波波消息都對朱立倫做出不利指控 就看朱立倫如何扳回議程 記者簡證書周靜宇台北採訪報導 好 預計在今天的這個中常會當中 王金平應該就可以列為部分區的第一名 那麼吳敦義接下來又該怎麼辦呢 好 我們來看看這個後續方展 黨主席是 好 中常會前我們看到提議 有吳敦義擔任競選總部的主委 比照的是2012年 蕭前副總統擔任馬吳的總幹事 那麼王院長呢 可能擔任的就是後援會的總會長 不過我們接下來就要帶您來看到了 這個財訊裡面爆了一個秘辛 就是在講這個共產黨天王的卡位之戰 這裡面朱王結盟鋪路 那麼吳芒故莊千算萬算 朱立倫算不到他自己快速崩解 在這裡談到的是 朱主席跟吳敦義的關係 好 在這裡有內部的人表示 就像馬英九跟王金平的關係 所以朱立倫是不可能當朱立倫的 競選總部的主委 還叫他們不要亂提 那麼根據瞭解呢 在這個競爭的脈絡之下 其實朱王現在好像形成一個結盟的狀態 但是吳敦義呢 他其實自認在黨內的經營跟實力大有可為 他現在全國跑透透啊 就是希望這個黨主席一億是黨員直選 在朱立倫得罪申籃基本票之後 他認為他自己仍然相當的具有實力 來 時期兩個問題 第一個 你小學的時候就決定要當名嘴了 第二個就是說這個吳敦義有可能成為朱立倫的競選總幹事 是這樣嗎 維基解密說 我覺得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其實我從小想當的是蔣總統 蔣總統一定要先講 好啦就如果朱立倫他從小他就有這樣的雄心壯志的話 我覺得當然是很好啦 就是有為的好小孩 對 所以你在整個人生的訓練培養的過程當中 就是你應該要知道 作為一個政治領袖必備的條件是什麼 第一 守重誠信 而不是到了現在才突然發現 欸 這件事情怎麼 你連第一件該做的事情都沒做到 這也蠻怪的 第二個是他跟吳敦義的關係 如果吳敦義真的去當他競選總部主委 我也不認為這兩個人就真的是坦誠相對啦 就這兩個人的幕僚也都從來沒有諱言 對啊 就這個人就我政敵啊 就他們兩個人在政治的未來上面 是競爭關係最最明顯的兩個人 就在這種基礎之下 兩個人如果要合作一定是各自心中有圖謀 就吳敦義他必須在選舉當中表現出某種程度的盡力 而這個盡力很可能他到最後只幫立委出力比較多 反正這一次選舉本來國民黨就講得很清楚啊 救的是立委啊 也沒有在管總統 所以吳敦義必須在這個立委選舉當中看起來 他的確是有出力的 這個狀況才會能夠使得他在明年的1月16號 站穩一個更更這個立於不敗之地的位置 明年1月16號之後就是黨主席的爭奪戰 那個東西對吳敦義來說是目前他最有可能去掌握到 而且對他也最有利的一個位置 否則他沒有其他的選項了 那所以我會認為吳敦義他在副總統任內這幾年 他的行程多到爆炸 他的預算是總統府的預算攤開來 他的下鄉行程是比總統還要多了幾倍 所以我覺得他做的都是在為他自己的未來做鋪路 他有人這麼好心嗎 我跑成這樣其實我是為了朱立倫不可能 如果是為了別人的話你的幕僚怎麼會 在私底下的時候碰到記者的時候也完全沒有在 沒有在避諱的對啊 那個就是就政敵嘛 這張思考都笑了 為什麼這麼無奈的 因為這件事情是其實所有跑政治新聞人都知道 唯一否認的就是朱立倫跟吳敦義兩個人 當事人說沒有我們很好 就好不好這件事情 其實跑新聞人都知道 也不用在這邊裝模作樣 還有張思剛也知道 對因為他笑了 我觀察過他們的一些 就是他們兩個人的之間的一個溝通 還有講話還有處事 當然你說任與人之間當然會有 難免會有競爭關係 就像蔡英文跟這個蘇貞昌之間 當時也有很大的競爭關係 重點是說你競爭關係結束之後 大家歸於一局的時候 要怎麼樣去為這個大局著想 那今天國民黨的情況 不用我說說你今天這情況已經 夠窘迫了 如果在這窘迫的時候大家還在分彼此 那對不起選後這些所有的 在這個時候還在分彼此 還在分你我的這些人 選後我相信國民黨裡面的這些朋友們 會把這些通通丟到歷史的灰燼裡面去 如果這個時候這些所謂的黨內大咖 當然這時候只有團結合作 就算過去再不爽對方到什麼樣一個程度 再堵爛到什麼樣程度 對不起大家就得把未來三個月 得把戲好好給演完 而且也要演得像一點 如果演戲演得不像 這個不好好去做複選的工作 對不起這些人以後什麼都沒有 不管王啊吳啊或是豬啊 就甚至生命到此結束 該上位子我保證我把它拉下來 OK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不是我個人的想法 這很多這個國民黨 或是反藍軍朋友的一些心聲 我相信藍軍朋友一定都希望 看到一個大團結的現象 但是事實上在裡面天王 還是有不斷的內斗的狀況 或是有派系的清紮 我們看一下王金平表示 他現在沒有名分來複選 那麼藍燼在今天修改內規 可能就是為了王金平來解套 但是黃副興黨部是反對的 我們來看看聯合環報今天這麼說 黃副興黨部表示 王金平是有實力有能力有充沛人脈的 國民黨從政同志 應該主動要求名列第10名以後的部分去立委 這樣才能夠感動民眾激勵鬥志 這才叫做有黨無我的最高表現 那應該是黃副興的思維嘛 黃副興應該是希望他列在100名以後啦 只有30名 這是第30席的 OK 我個人的看法啦 我個人看法其實王金平的影響力 並不局限於他一定要在那個位子 那我不知道這個話是誰幫他放的 但是我覺得是傷了他啦 如果是傷 如果是王金平的支持者 如果是對王金平 他是他中心的幕僚 是不應該講這種話的 因為王金平的影響力並不在於說 他今天是院長那個title 他才有影響力 他影響力是40年之經驗嘛 國父革命40年之經驗 他是立委40年之經驗嘛 深知這個繼續執政一定會有各種的方式嘛 而且他會幫很多他的朋友來找很多的資源 所以還有支持喔 所以我覺得王金平的位子 不一定是放在不分區 那如果說我知道很多的人也想說 是不是朱王沛也有可能 那我覺得朱王沛也是可以思考的方式 因為王金平他可以隨時發揮他的極戰力 而且做一個副總統的候選人 也可以拉抬黨內的立委候選人 所以我覺得在這時候各方的這些大頭們 其實為自己想一想的時候 也要幫整體想一想 所以你在拱諸王沛 進可攻退可守 萬一被派遣還可以頂替 我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方式 因為我的看法是 我的看法是 這也許是一個附加價值 OK 我的看法是這樣 就是說其實你知道 剛才那報紙解了嗎 就是很多人對這個 是不是王金平續任不分區 很多討論嘛 那這個討論難免會傷到國民黨整黨 跟王金平個人 那我覺得王金平個人 或是朱立元個人 受到這樣的討論 而受到傷害 我覺得很不值得 所以其實應該思考一下 是不是要再把每個人 放到一個最適當的戰鬥位置 而且加成他的力量 不要在這個排序的過程當中 反而減損的一些力量 反而耗損 我覺得是他們要思考的事情 要怎樣才有名分可以服選 結果中部有立委講 就是說王金平沒有名分 要怎麼樣動呢 如果是國民黨部分區第一名 那就有服選的義務了 所以現在看起來 好像還是要拱他做服選的義務 服選的義務 但是服選也是有責任 不要忘記義務跟責任是相互隨之而來的 那如果說這次選舉選得好 當然很好 就預計到他自己的範圍以內 作出心意難多少多少 我覺得那當然選得好 那完全沒有問題 萬一選不好 那會不會去怪罪王金平說 你看一定會啊 一定會啊 國民黨一定會啊 不管國民黨 就算有人在旁邊起哄的也會啊 媒體也會啊 就說哎呀你王金平是不是又破功了 怎樣怎樣就不如當初你所講的怎樣怎樣 然後國民黨裡面又會出現很多聲音如何如何 那其實這個對王金平來說是個很沉重的責任 所以其實從這個角度來看 你要扛這個責任或發揮影響 你未必要在這個位置上 對 也許在其他的位置上 或是在一個比較 比如說謝長廷08年的時候 他曾經排到第12至13嘛 企圖拉抬整個民進黨的選情 講錯12年12年 撤去拉抬整個民進黨的選情嘛 那確實那次民進黨的立委部分 選得還OK 選得還OK 所以其實可以換一換思考方式 用個比較具有戰鬥的模型出來 我覺得說不定對戰局有拉抬的作用 司高我問你一個問題 這是假設性的問題 不過因為你瞭解國民黨的文化 而且這件事情不是完全不可能 就是我們剛剛講三乘三的一個組合 如果在這個登記前 朱立倫背景師 要不要再開林全會 要不要林全會 我不討論這個假設性的問題 牛棚裡面還有兩個 太逼真了 我認為不會發生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我對 基本上我對是這個事情 而且牛棚裡面練頭這兩個人 不是從這個七八局開始才暖身 他是從上一場就開始暖身 頭的手都快斷了 我跟你講第一個我覺得 如果假設主持人說的就是因為 什麼支票這個事情 我認為不會 我認為不會 我認為這個主理人不會因為這個事情 萬一開安監聽槓上開花 不太 如果說真有什麼監聽的東西的話 當時國民黨內鬥之激烈 你早就被甩出來 早就丟給一周刊了 三周前就爆出來了 不會留在今天 所以我覺得我對這件事情上面 我覺得對這個朱立倫 他這個處理程序 我是有信心的 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OK 那東華呢你覺得 這個 那麼講 牛棚裡面有沒有人很積極的在熱身 當然有嘛 對 你像王金平當然很積極在熱身 那只是一直苦無機會上場 像遇到像黃偉哲 遇到好幾個民進黨立委 經常在高鐵上遇到王金平 然後這段時間的吳敦義 是不是也還是形成很多 他們都一直在保持那個熱身的狀態 只是有沒有機會 那只要注意的人有狀況不能登記 那當然就剩下這兩個上 否則國民黨還有誰 所以這個事情就看特徵組 這件事情會怎麼樣 對 當然我不認為特徵組 有那麼大的膽子 對 特徵組我覺得一向膽子不是很大 OK 打順風球比較容易 要逆勢操作的話 那這真的就令人寡目相看 OK 可是現在牛棚這兩個投手 一個防禦力二十 另外一個呢 據說被傷 而且是那個同事在後面丟到他 他被 那怎麼辦呢 現在換誰呢 對不對 張詩鋼準備囉 是不是的確說黨中央當初是 有答應說給這一筆不住一塊 你這件事情是問道理嗎 我怎麼會去了解到黨中央的這種補助狀況 那一定有一些電視 還是有所謂的部分 是 然後 後 把